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分享法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拉康的哲学思想 前面我们介绍了,拉康把自我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 想象界、象征界、真实界和正后界 前面我们介绍了,镜像阶段也就是想象界 自我通过他者构建起来,自我是个他者 这个自我实际上是一个伪自我 而从镜像阶段的后期,那个镜像自我开始转化为社会自我 自我的镜子从他者的面容也变成了更大的 由社会文化符号所构建起来的镜子 这个时期的镜子变得更加的不真实,变成了一种象征 所以拉康说,这是象征界 想象界主要的媒介是非语言的他人的面容 而在象征界,这种异化自我的镜子变成了文化符号 主要是语言 主体将直接以被语言为代表的文化符号二次构建 如果第一次是想象之境,构建的结果是一个伪自我 这个自我是一个无 那么在象征界所构建的自我,就是无上加无 正如拉康说,主体是以无贴在无上的 第一个无是象征性语言 第二个无是镜像阶段已经被小他者挖空的帷幄 人不仅是无,而且是无上加无 拉康还曾经十分恶毒地说 他说,我们可以在其中看到人类遗迹的第一个象征是棺材 在人来到他历史的生命的所有关系中,都可以看到死亡的中介 拉康把象征之境也称之为大他者 大他者和小他者其实是拉康哲学的一个关键概念 在展开介绍象征界之前 这期内容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什么是大他者,什么是小他者 首先我们要明确的是他者不是他人的意思 他人是实存的,是真实存在的 而他者不是真实存在的 它是一种想象,一种幻象,一种期待和一种欲望 前面我们讲过小他者 这里的大他者其实是有别于小他者的 它是相对的概念 在婴儿时期,也就是在想象界 小他者可以理解为妈妈眼中的好孩子 妈妈的理想孩子或者说父母的期待 小他者就是自我在他人心中的形象 而大他者其实一般有两种理解 第一种是指人或者说权威机构等具体的东西 对于学生来说,老师、学校和教育机构 还有教育系统等等构成了他们的大他者 大他者对于自我来说是一种权威的力量 那第二种是从语言学的层面来讲的 大他者是指各种文化符号 尤其是以语言构建起来的符号网络 而不是具体的事物 在拉康的理论里面 大他者主要是指象征秩序 它包含塑造个体感知和互动的整体社会和语言结构 个体所有的思想其实都是从大他者那里获得的 大他者代表了影响人类主体性的权威和规范 大他者对于我们的作用就有点类似于 康德哲学里面的鲜艳范畴 鲜艳范畴是内先天的认知框架 我们要产生认知就必须要藉由鲜艳范畴 那同样的拉康的大他者也提供了一个框架 自我需要通过这个框架 才能够解释个体的经验并且构建意义 而大他者与语言又密切相关 因为语言是传递象征秩序的主要媒介 简单理解小他者就是父母对你的期待 而大他者就是社会文化符号对你的期待 我们也可以把这种期待换成欲望 我们都生活在他者的期待之中 我们的思想和行为其实都受到了 小他者和大他者的影响 我们来举个例子 比如张三是一个从小很听话的孩子 张三的母亲体弱多病 从小也希望他长大成为一名医生 并且潜移默化地引导和培养他对医学的兴趣 慢慢地张三自己也非常喜欢医学 并且顺利地考上了医学院 后来也顺利成章地成为了一名医生 而大伟这不同 他从小很反叛 很有自己的想法 他毕业的时候正是移动互联网爆发的年代 大家都觉得在互联网公司工作非常酷 出入于高档的写字罗 谈论的是前沿和时髦的话题 于是他找了一份互联网的工作 那大伟就是真实的自己吗 其实也不是 张三的选择其实更多受到了小他者的影响 而大伟的选择则更多受到了大他者的影响 你所期待的光鲜高端时尚的工作 这其实是大他者的一种象征性符号 在这些象征性符号的影响下 我们好像自己做出了选择 但实际上是在大他者的暗示下做出的 正如苏文华说 我们可以做我们想做 但是我们无法想我们所想 我们认为自己的选择是源自自我理性的决定 但实际上我们选择之所以可能 往往是受到了不在场的大他者和小他者的影响 尤其是我们长大了 社会舆论公共的价值观 公共的审美偏好 广告身边的朋友 都成为了象征性的符号 对我们进行了不断的教化 什么是好的 什么是美的 什么是体面的 什么是高端的 于是你喜欢什么样的牌子的衣服 你喜欢什么口味的下午茶 喜欢什么样的伴侣 喜欢什么样的工作等等 这些都变成了大他者的欲望和期待 我们以为自己自主的选择 实际上我们总是无意识的欲望着他人的欲望 拉康说 大他者在幕后操纵 主体并不说话 而是被象征性的结构言说 我们可以决定我们可以怎么做 但是我们怎么想是被大他者决定的 齐哲克也说 大他者是对社会实体的一种称谓 由于他们的存在 主体从来无法完全支配自己的行为结果 拉康的大他者在海德格尔那里也称之为常人 他说 常人怎么享乐 我们就怎么享乐 常人对文学艺术怎么阅读 怎么判断 我们就怎么阅读 怎么判断 常人怎么从大众中抽身 我们也怎么从大众中抽身 常人对什么东西愤怒 我们就对什么东西愤怒 常人就是我们无意识的独裁者 也可以理解为拉康的大他者 就像舒梦华说 我们可以做我们想做 但是我们无法想我们所想 拉康说 自我就是欲望 或者说 自我也是他者欲望的欲望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这些 更多精彩的内容 请点赞收藏和关注我 我们下一期内容见